動漫我要聽 若薇 你知道這個月有一部我們A星GN界的大作要推出的事嗎 哦 我知道啊 玲玲 你說的是一部已經醞釀很久的動畫電影對吧 裡頭有夢世界 夢療師 清明夢 夢獸 對 就是跟夢息息相關的作品夢見 而且你知道嗎 電影的劇本還在去年入圍了 第三十五屆精粹獎的優良劇本哦 哦 真的假的啊 還好我們今天就把這部作品的兩位創作之父請來上菜 可以讓大家跟我們一起場先了解夢見的世界觀哦 那我們趕快請兩位登場吧 歡迎監製和原著的Vincent 以及電影導演Kent 歡迎兩位 請兩位斯文的前輩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們打聲招呼 呃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夢見的監製以及原著編劇溫文信 呃 大家好 我是導演Kent 是 溫文信哦 就是Vincent 待會我們在節目當中會用Vincent來這樣稱呼他會比較親切一點 其實呃 我想我認識二位 呃 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但是呢 也是因為我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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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先说一下 其实是Ken倒霉 真的是他倒霉对我长相 我其实是个动画素人 就是说我本身是文字出身的 我并不会画画 那我的公司过去 也不是从事动画产业 那在做梦见之前呢 我们唯一的动画经验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小朋友看的电视动画 用Fresh制作 那当我想要着手梦见 这个动画电影的制作计划的时候 其实没有团队 除了资金之外 也没有资金之外 没有团队 也没有导演 然后那时候刚好 这个我有一个同事 叫陆伟中 他也是一位漫画家 然后他就介绍了这个Ken 跟我认识 因此梦见才有机会 就是有真正的一位好导演 以及包括Ken他本身的这个 很专业的3D电脑动画制作团队 梦见才有机会实现 哇 这么客气 好 那Ken导你有什么客气话要回 所以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陆伟中 因为当初最早陆伟中 其实他是在我们公司 那也是担任相关美术的工作 那后来他有一天跟我说 他要离职了 因为有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 他只是要开拍一部动画电影 所以他要转职到那家动画公司去 那我当然也是非常祝福 那过了两个月之后 他就突然的话给我说我们缺导演 那我们可能是不是有机会做这样的合作 那后来就相约Vincent到公司谈了一次 那谈完之后就发现 其实他是真的有心要把这部作品做好 而不是只是要申请相关的补助而已 所以我就觉得那这样子 或许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来合作 然后创造一部很好的动画电影 那因为刚刚前面有讲到Vincent 也是这一部作品 就是这个他是他自己亲手写的故事 那我想问一下Vincent 就是因为我们的女主角Mida 我是想问说你是当初是怎么样 想到这个角色 还有梦见这整个世界观 你是怎么样发想开来的 其实Mida跟梦见的世界观 完全来自不同的脉络 Mida这个人物一开始是 我们在2008、09年的时候 我们想要做虚拟歌手 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流行音乐 其实在整个华人地区都是指牛耳的地位 可是一直都没有虚拟歌手 那原因其实是因为虚拟歌手应该由动漫来产出 所以Mida这个造型是出于想要做虚拟歌手的概念 所以他一开始的造型不是像现在这样 他最早是一个网路动画 鸟嘴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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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一点点的一个造型 对 插画 对 比较不像一般人 那当然就是说做一点尝试之后 很快发现说 其实一个动画的肖像 他需要内容 对 他并不是搭上一首歌 然后做个简单的MV之后 大家就会认识他 然后我们就想 怎么样的方式 是可以让别人认识他的最好内容 那当然博爱除了音乐之外 博爱可能是小说漫画 电视动画影集 或者 再来就是电影了 然后我们想来想去觉得 好吧 那就来帮他做个 这个电影吧 所以Mida是这样来的 那至于梦世界这个概念 其实它来源非常的早 因为我原本就是属于小说创作出身的 我在十多年前 大概199 19 没错 199 上个世界 大概198 99 我那时候自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然后它是在两个世界传说 一个世界是梦世界 一个世界是网络世界 它都在谈虚拟身份 那因为那个年代是网络刚开始兴起 那虚拟身份这件事情 是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 现在大家不在乎了 因为每天都有虚拟身份 那篇小说是在写 在这两个世界传说 但写完之后 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好 我就把它摆着 没有发表 那到想要为蜜达想一个新的故事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这个小说 然后就把它的梦世界部分抽出来 然后网络世界部分 我就把它拿掉 然后另外补成真实世界部分 对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小小的复杂 但是呢 其实这样子的故事往往是能够引人入胜的 对不对 到时候我们真的很期待看到完整的这样故事的呈现 那我们聊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请李宁来介绍一首歌曲 好 那今天的歌啊 都是来自各个时期的Mita 不同的歌曲哦 那先来听这一首出自Mita的首张专辑 我的心很淡的同名歌曲 我的心很淡 好 那其实啊 当刚这次的电影的角色啊 的设定是一故的艾雷迪老师 那我是想要问Vinson哥啊 就是说你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就是当初是怎么跟老师接触到的 那一直到Mita的还有其他角色的诞生是怎么样的过程吗 好 这个部分如果从一个动画开发生产的角度 是真的要稍微从头说起 比如说其实一个作品 尤其是电影作品它的诞生 常常在制作过程中 如果没有考量到市场的话 它很容易在将来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梦见在一开始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自己的团队里面 去发想人物的设定 那我们制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有开始考量到 到底我们做的设定 是不是符合 动漫族群它的欣赏的角度 那刚好我在那个时候跟一个 其实睽违了20年的老同学 这个树韦希 原来是 新卫小姐 对 重新认识 不是重新认识 就是重新联络上 然后韦希就来到我的公司 然后看了我的 当时已经制作的一些状况 然后他给我一些建议 他建议说在梦世界的部分 特别是梦世界的部分 他建议应该有 有别于2D真实世界的不同的设定 然后他就帮我引荐了艾蕾迪老师 所以艾蕾迪老师的认识 是从这个韦希的引荐开始的 那我其实一直都还记得 就是那个下午艾蕾迪老师来到我们公司 那其实他很忙 他那时候也非常忙 那我们其实能够给老师的这个相关的一点 这个微博的这个费用 其实上也非常的少 那我们其实是在聊了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后 那艾蕾迪老师他觉得梦见这部片 看起来真的是打算全人在台湾制作 看起来是真的决心的一部片子 所以他真的是把他当时很忙碌的情况下 还是挪出了相当的时间来我们做设定 所以其实梦见目前整个的3D部分的人物 尤其是所有的主要人物 包括蜜达所有的乐团 莫飞 都是由艾蕾迪老师来设定的 然后为了让2D跟3D之间风格相合 甚至包括在2D部分的人物 艾蕾迪老师也花时间把他重新做一些修论 是 所以一开始的其实造型跟现在 可以请教一下大概有多少版本吗 有没有 就是说设定上面 是版本最多其实是MIDA MIDA刚刚提到最早最早 它其实是一个网络动画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鸟嘴还长的尾巴 一个尾巴的造型 然后后面的一个版本呢 其实就跟现在的画风很接近了 所以它还是比较偏插画的风格 是 然后在进到梦见之后 整个3D的部分 是由艾蕾迪老师再重新设定 所以光是MIDA的部分 起码应该就变了有4到5个版本 哇塞 是 整个大转变 包括那个导演自己跟艾蕾迪老师 接触的时候也蛮有意思的 我刚刚听导演的私底下在跟我讲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认真思考整个美术造型的事情 所以我也开始就是洽寻一些朋友 那有一天下午就跟艾蕾迪老师约在Starbucks 然后就跟他聊了这部片 然后也跟他讨论他加入的可能性 但是那个下午其实闲聊的时间是比较多一点的 而且那时候他手上其实已经开始他的下一部作品 就是他有一部动画 短版动画自制的动画 然后开始要准备转制成漫画 所以已经开始会比较忙了 那我们就聊着聊着 他觉得这部作品其实是有趣的 但是他时间上可能也会有些困难 那我有跟Vincent提过这件事啦 不过那时候他对于一些老师的名字可能还比较忙 比较没有记忆点 所以这件事就搁着 不过也很巧就是后来透过维希的引荐 其实又把艾迪老师找回来 然后就参与了梦见的整个梦世界设定的部分这样 很显然我那个笑的阳光 比那个笑的阳光还在灿烂 所以我们摇天磕牙的时间 是要多一点 好那我们聊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来听一首来自MIDA 第二章的专辑里面的歌曲 曲名叫做Come to Dream 那我想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还有更多的有关于梦见的制作秘心 邀请两位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们广告之后 再继续回到我们动漫我要听的节目现场 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动漫我要听 目前进行的单元 是一整集的特别企划 热炒久久达人上菜 那么今天晚上的主题呢 就是让我们今晚一起梦见MIDA 揭开梦见的神秘面纱 邀请到的两位达人是梦见这部电影的动画电影的 我们的监制还有原著Vincent 以及电影的导演Kent 再次欢迎他们 好那我现在要来个别的一一的来拷问 来请教二位 其实我跟Kent讨论也算好几年的时间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像在肯特动画 就是您工作的这个电影公司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了解累积了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动画的作品 好那我想我们的动画不仅仅限于动画影片 而是有很多电影里面的其实动画的特效 也是您所负责的 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 真正制作一部完整的电影内容 跟做其他的实际的电影里面的动画特效 最大的差异 还有真正制作一部完整的电影 它的挑战在哪里 我们因为肯特动画之前 大概就已经开始做所谓的原创自己的动画电影 然后发展自己的故事 那另外我们有另外一个公众项目就是电影视觉特效的部分 那这两个的落差当然很大 因为一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扮演说故事的角色 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导演或是美术 它想象的那个电影的实际的视觉空间跟概念 然后透过电影电脑特效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有一部分其实比较电影视觉特效 就比较是专业技术性的一个服务的工作 对它还是主创 但是它主创的部分只在视觉这一块 那电影如果回到动画电影长片的话 那它就变成是回到说故事这个工作项目了 那所以当然梦见这也是可能动画比较不同以往的常识 因为以前的动画电影就是说自己想说的故事 简单讲就是之前的可能动画完成的作品 大部分我也都是编剧的其中一员 或是就是我是编剧 那这次一开始接触梦见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而且是非常特别的世界观的一个概念 那就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是让我非常着迷的 然后我们上网搜寻了一下也发现 其实文兰那时候对于MIDA的经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也就是说创造这个虚拟偶像的概念 其实加工是已经累积一段时间了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把这样的故事来做一个更完整的演绎的话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那相对也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 因为以前都是说自己的故事就好了 那现在就有一个圆柱 那圆柱就需要非常尊重圆柱的精神 我可以冲一句话 这个脚本导演改了十几次 应该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导演改的 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好看的部分都是导演的功能 如果觉得不好看的部分请见谅我写的 因为圆柱其实就是非常迷人的作品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才会觉得说参与这部动画电影的制作 其实是非常棒的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而且有时候两个不同团队跟不同公司合作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是不是真的有心要把它做好 然后是不是真的用心要把它做好 尤其动画电影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长时间去经营 所以如果你当初的起心动念是不对的 其实你很难走到终点 那所以一开始大概就认定 其实这个原著这个原创跟这家公司 其实它是有心要好好完成一部动画电影唱片的 所以在合作过程当然纷纷扰扰 可是其实很辛苦 但是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 其实它会找到终点 那无论终点是好是坏 可是我们会其实是用最大的热情跟热忱 来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 其实以我自己参与跟动漫相关的这个工作的经历来讲 我自己看到的台湾目前的自己我们原创的一个动画 我觉得梦见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部作品 不是说我自己有参与其中 而是说我真的看到一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的付出 好那我们聊到这里 也是在休息一下来欣赏一首歌曲 好那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来自MIDA的首张专辑的一首嗨歌哦 飞跃一道墙 那其实Vincent就是文栏资讯这方面 你们其实之前做的作品好像都比较偏向教育类的比较多嘛 你刚刚就是在访谈的时候也有提到 那我比较想要问说 这一次做梦见的话 跟你以往的作品 你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或者是说你在制作的过程上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是让你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最大的差异是 它其实是从头开始 就是我们过去的POP UP FAMENT 这个电视动画影集 它的包括我们的制作团队 都比较年轻 而且它是电脑动画 使用Flash的方式去制作的 那当我想要去规划梦见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在真实世界 我们是设定要2D首绘 一张一张 这样是去首绘出来 那原本POP UP FAMENT 这部分的团队 它事实上是不擅长这一块的 所以梦见的所有团队 都是因为梦见 而重新组成聘请 进入到我们公司来的 那他们说真的都是来自 这个很资深 一二十年以上的功力 的一个优秀的动画人员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懂 所以当我有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会有一些很惊讶 很大的收获 随便取个例子 我第一次跟我们的副导演 也是我们的原画指导 之一这个熊润琴小姐 聊天的时候 我问他说 这个原画指导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就好像是演员 因为这个在动画里面 他不是真人演出 那来决定一个角色的表演动作 就是原画指导 那我说 所以你就决定怎么演出而已了 他说不光是这样子 我们还要考量画面的呈现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 举例来讲你要画一个人转头 从哪里先转 我去想哪里先转 那就是脸先转 然后他们先转 他说眼珠子先动 眼珠子先动 脸再跟着动 才会自然 然后他问我说 演员不用考量说 我今天甩个头的时候 头发飘出去再回来角度 应该是多少 才是合乎原理的 那这些都是原画指导 必须要去做 我才了解动画真是个大学 小细节非常的多 那我想要问一下是说 因为其实刚刚Vincent 你有讲到制作团队 那其实制作电影 他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能力 去下去做执行 那这样讲到这个团队 就是说大概有哪些的 优秀的工作者 那你们在制作的流程工作上 是这样一一的是要怎么做进行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是 其实在梦见里面 他确实从前到后 整合了很多的团队 一开始在前置的部分 就包括导演跟我 在从脚本的讨论开始 那刚刚提到在人物设定的部分 有包括艾蕾迪老师 陆伟中先生 那甚至一开始 也还有青山甲 他有帮忙我们设定过 一些服装 跟雏形的设定 然后在制作的时候 本来就是两个团队 二D首绘 文章这边 还有三D 电脑动画是张老这边 那Kent这边呢 其实在动作不多的部分 还有一个专业团队 奇瑞科技 对 也加入 那到后制的时候 还包括电影的配乐 跟歌曲等等 也包括这个 永和这边的团队 是 然后包括我们的音乐制作人 彭正吉先生 他的主题歌曲制作团队 还有包括温子杰先生 帮我们做电影的配乐 所以确实是 很多专业人士 包括到我们现在行销 我们事情古的电影 来帮我们做这个发行 跟行销的一个相当的工作 听起来好多 好庞大哦 真的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 其实还是有很多 非常炫目的一面 我现在就来请教一下 浮空投影 对不对 浮空投影 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 有一个乐团 这个乐团的名字 是 进化原因 进化原因 那么好像在今年暑假的 就是开拓FF22 那一次的活动当中 有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怎么会想到 把电影的内容 然后用浮空投影的方式 这样做一个 我现场有去参观 我觉得 哇好炫哦 我们都有去 对 而且之后的一些 我觉得引起的一些回响 也是蛮大的 对 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一招啊 是 好 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说 其实因为在梦界里面的 这个乐团呢 它原本就是 就是它在现实 始终是一个身上爱者 他们在现实 无法达到他们的梦想 他们想要成为歌手 为大家唱歌的梦想 所以他只能在梦中去呈现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因为梦见的 算是公开发表了这件事情 那我们希望让这个 只存在在梦中的乐团 它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 呈现在大家面前 向大家来介绍 他们所主演的电影吧 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所以那一场其实是 用一个这个 预录好的影像 跟歌声 跟现场的 Cosplay的表演 去做影音同步的一个呈现 那其他呈现目的 是希望告诉大家 就是说利用比较歌声 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这个只存在在梦中乐团 它有个作品 即将出现 那请大家来听听它的故事 对好 那聊到这里 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 在广告之后呢 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 是来自MIDA第二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只要有人思念着我 欢迎继续回到动漫 我要听的节目现场 现在进行的单元 就是热炒九九 达人上菜的特别企划 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一起来梦见MIDA 还要一起来揭开 梦见的神秘面纱 邀请到的是 梦见这部动画电影的 我们的这个原著 还有我们的监制Vincent 以及电影的导演Kent 肯特导演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 我们一再来欢呼 那我想请教一下二位 就是关于梦见这部作品 我想你们觉得这部电影 带给大家一个 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还有就是 这部电影的突破点是在哪里 那又想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新的观影的视野 这部动画电影 因为我们刚刚讲 就是它结了非常多的 专业的团队 那我想光动画的部分 其实它可以说是 老中青三代都上了 那简单的说就是 其实台湾的早期的二地动画 其实是有一段 非常辉煌的时期 那当然大部分是着手在 所谓的尾外代工的制作 但是也练就非常好的 整个动画的制作技术 那这些年台湾其实开始 慢慢有越来越多的 原创的一些作品 那所以梦见这部动画电影 也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其实它结合了 非常在业界之力非常久的 一些原画石动画石 2D的原画石动画石之外 其实因为它的整个制作上 有两个世界观 所以我们透过美术的形态 我们把它区分成两个 不同的制作形态 跟美术的形式 所以它又整合了 3D的制作人员进来 那既然3D的制作人员进来之后 它又把新的一些 3D的制作技术带进来 包括了我们刚刚讲 动作捕捉 motion capture的部分 那也包括了这部动画电影 全部的3D部分 都是透过云端运算的方式 然后我们这次和国研院的 广中心做技术性的合作 所以它整个的团队 跟整个团队的它的世代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些 传承的意味 因为它的技术的传承性 其实就产生了 那我觉得这是整个制作上 其实让我们跟两个团队 其实是得到非常非常多的 一个效益 那我想刚刚Kendall在聊的 主要是有关于 比较技术层面的 那我想就整个制片的过程来讲 我请教一下Vincent好了 其实您刚刚就开玩笑了 就是说中间的剧本 其实经过很多次的一些 修饰认识 那我也知道 就是说你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不断的透过 邀请各方的一些 在动漫圈 这个专业的人士 给你一些意见 你觉得在这样子的 一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制作的过程当中 你所希望看到的 一个结果是如何 是 说实在 我不敢说有什么突破点 或崭新点 但梦剑他想要做 大概两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他希望安部就班的 就一部电影 一个动漫电影从原创到行销 我们把它走一遍 而且是很认真的走一遍 像刚刚举例 当艾迪老师加入 人物重新设定的时候 那就表示你之前所做的 全部都废掉 在那一当下 你要考虑 你要不要废掉 然后我再举个例子 在制作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一段 米达他刚刚显的画面好了 为了希望他的每一个位置 是对位的 我们是找真人 实拍一遍 然后依据那实拍影片 再去画一格一格的动画 所以各位在电影中 看到的那一段画面 他每一个键 如果你会弹钢琴的话 他每一个键 都是对位的 那像Kent这边也是 他们要捕捉一个戏院 一个戏院事活的一个场景 他会去找一个地方 把布置真的像戏院一样 然后去做动态的捕捉 这在制作面 就是刚刚提到 从前置也好 他制作也好 从脚本的讨论 一直到整个的细节 我们希望他是 除了全程在台湾之外 他是真的很认真的 很扎实去做他 甚至到行销阶段 我们也是希望找 专业的团队 一起来帮忙行销 以及包括 基本上该有的 校园巡围等等 那这些目的 我其实想做到两件事 一件事情是 希望梦见是 难得或比较少数 台湾动画跟漫画 有结合 甚至有合作的一部电影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在这个整个操作过程中 我们可以从代工 卖向品牌 有一个完整的 一个学习的经验 甚至可以某种程度 与大家分享 好那聊到这边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那这一首呢 是有非常疗愈 海豚鹰的作品哦 同样是出自 MIDA第二张专辑的 这边那边 好接下来呢 我要来请教两位一个 会不会是比较心酸的问题 当时我们在设定 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觉得要不要这么残忍 好吧 就给他残忍下去好了 好 其实我想我们看一下台湾 最近不要讲太久 我们讲十年好了 台湾最近十年的一个动画市场 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我觉得 其实我们凭良心讲 是非常残兮兮的啦 那我想两位如何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还要勇往直前的 把你们的作品来呈现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啊 我觉得 其实这一切都会回到初衷啊 就是一开始 其实就决定要 创作跟制作 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的动画电影 然后说我们自己的故事 那其实我在 等于是动画或是电影 这一个行业已经非常久的时间了 那一直也觉得 台湾的电影 其实这么多年来 也曾经有低潮 可是一直努力之后 那慢慢的 无论是台湾的艺术电影 台湾的剧情片 甚至台湾的纪录片 其实大概都已经走到一个 观众愿意进电影院的 这样的 欣赏的 对对对对 那台湾的动画电影 其实是 一直是最后那一块 还没有拼上去的拼图 那我们看金马 金马讲的最佳动画电影长篇 其实已经重缺 大概九年了吧 十年 对对对 是 那就觉得 如果可以 有机会来创作一部 原创的动画电影 那我们一定会 想办法把它做好 那把它做好 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嗯 是 那我可不可以 请教一下Vincent 那你觉得台湾的 整个动画电影 这样的市场 跟亚洲其他的地方 比较起来 你觉得吃亏的地方 在哪儿呢 嗯 好 如果回到市场面来讲的话 我想 我可以谈两件事 一件事情是 其实大概 大概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文创会娱乐产业这件事情 它有一个基本人口要求 嗯 有一个数据 认为说 影视娱乐产业 要六千万以上的人口 或者甚至八千万以上的人口 才有办法支撑这样一个产业存在 嗯 所以台湾确实 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有存在一个 基本人口数的问题 好 那所以它很难支撑 大致做成本的 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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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海洛威每一部片都非常大 因为它以全球为市场 嗯 它有办法铺全球的铜炉 那台湾的原创作品 确实在这方面 一开始会有一些限制 那第二点 我想谈的是 问题是限制 不只是这样 嗯 限制其实是会回到说 呃 动画是很迷人的东西 嗯 啊 那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过去 有很长时间的代工的技术 可是在原创这件事情上 它是另外一个挑战 那台湾的动画 在走向原创过程中 其实现在还在慢慢的学习 我们可以说爬行也好 或正准备 想要站起来 试图要走路 嗯 那它很容易 第一个是 它可能很容易会拿来 跟这个已经很成熟的 作品来做比较 是 那不管是它的经验 我们是指原创的经验 嗯 或者是相关的制作成本 其实这中间 确实会有些落差 这部分其实是很需要 就是我们国内的观众 跟这个市场 能够给国内的原创动画电影 有一些这个耐心 是 给它成长的一个空间跟时间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回到我自己本身 梦见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我刚刚说了 我其实是 误闯丛林的小白兔 因为我过去确实 我不像CanCan 对动画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我在梦见之前 其实完全 甚至我不知道 过去的动画电影的票码是怎么样 嗯 就很傻哦 连研究都没有研究 就跳进来做 嗯 那我只坚持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决定要去做一部动画电影 是台湾的动画电影 是台湾试图想要走向原创的时候 我希望它从头到尾至少让 这个我们说的观众觉得 不管你觉得好看 还是不好看 你至少都会看到 它真的是我们非常认真 去做的一部电影 即使你觉得它还在走路而已 至少你会把它当自己的孩子看 嗯 那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作品 被人当一个孩子看 嗯 你起码要是一个认真学习往上走的一个孩子 嗯 我讲得好热的血 是啊 真的哦 赶快来帮大家问一下 就是说 那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要上映呢 梦见 对 对呀 是啊 目前梦见的预定的上映时间 是11月15号 嗯 然后它上映的地点包括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那在这个 这五个城市的这个威秀 会上映 那在台北地区的话 是包括新衣维秀 嗯 然后包括新兴秀泰 然后今日秀泰 还有板桥秀泰 哦 哇 还蛮多地方的 啊 那这样如果要搜寻的话 就只要打梦见都可以找到吗 或者是在脸书上 后面打BlueMida 因为Mida的本名叫蓝女青 哦 蓝色的Mida 或忧郁的Mida OK 就是MIDA Mida 对Mida 那我想这个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难得 在百忙之中 邀请到Vincent 还有Kent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个梦见制作的整个幕后的秘心 啊 好 那么再次谢谢Vincent 还有谢谢Kent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那当然我要祝福 梦见有很好的 票房的表现 好 让我们能够看到梦见2 好不好 好 希望大家给这个孩子 站起来机会 是是 好 节目最后 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 请各位来介绍 好 那当然最后了嘛 当然不能少了这一首咯 我们一起来听梦见中 进化原音乐团的单曲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谢谢